根據調查近四年來 台灣每年有3000名未滿20歲的小媽媽 這些媽媽可能還在就協階段 或是還沒有做好當媽媽的準備 因此需要建立正確的避孕觀念 並提供有效的避孕工具 我想這些人都是有採取一些避孕措施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還是有些人不適合 也就是說他可能不願意吃藥 服從性不高 或覺得吃藥很麻煩 那這些人就可能需要用一些 更有效的方式 來讓這個意外懷孕發生降到最低 可以使用這種長效型的 子宮內的投藥系統 可以有效的降低意外的懷孕 然後又可以治療一些婦科的疾病 台灣婦產科學會發現 避孕方法最推薦的 其實是雙重避孕法 就是帶男性保險套 以及女性服用口服避孕藥 而前進校園舉辦避孕獎座 也是相當重要的步驟 因為他是學生 所以也不可能是懷孕或是什麼的 所以就是上網查的時候就說 大概幾小時內都補吃的話就是還好 所以就趕快再補吃這樣 但是就是那幾天其實心情都是蠻緊張的 避孕這個管理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覺得在亞洲國家 就是大家對這種事情還是很保守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多多接觸這方面的知識 然後才不會造成一些遺憾的事情發生 未成年少女懷孕的話早產的機率 還有小朋友過小 就出生過小 那有可能造成小朋友發育不好的機率也都比較高 另外婦產科學會也設立避孕指引諮詢家網站 提供避孕指引 衛教知識等等 希望能夠讓更多年輕朋友懂得如何避孕 保持健康和美好的人生 開播大台北數位新聞曹德華採訪報導